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 直至第三场下一轮节目 刚才看了一下推特 推特上面有些新的消息 和大家这个简单的分享分享 一个推特呢 讲到在北京地铁站 又发生什么呢 自杀事 自杀事件 又一起 这是包检 包检发布的 包检大家都知道 包检的后人 家人 又一起年轻人 相约自杀事件 五个人 看见没有 这是北京啊 北京地铁一号线 天安门西站 发生 刚刚朋友发来微信 得知北京 某国营大企业裁员 被辞退的女职工跳楼身亡 在我的认知中 除了文革初期有大批人自杀外 没有哪一个时期在短期内这么多自杀 尤其是年轻人相约自杀 更是闻所未闻啊 确实是过去没听说过 文革也没这样啊 自杀需要更大的勇气 不是绝望的怎么可能 这是一个视频呢 这个不是这个 我在这造园啊 看见没有 一个人躺在地上 看见没有 这么多人 看见没有 这么多人相约自杀 五个人 五个人呢 又一起 你在看新华社人民日报 还在那吹 就习近平同志下 人们感到非常失望 失望到绝望 刚开始充满了希望 然后 希望他改革 他不像以前 以前是 每隔十年就换人了 是吧 江泽民那个 那个时代 这个也是 非常腐败的 闷声发大财 但是后来不是换了 换了胡尼涛 文家宝 老百姓总是想 哎呀换了人就好了 老百姓都是这么愚昧 但是多少有点小响头 啊 这下好了 永远习近平干 他永远干 还要什么呢 还要绑架了这个 攻击法师 什么都是他的 现在司法系统 你没有办法了 王小洪管抓人 公安部 英勇管批捕 张军 张军是废弃家军 这么讲吧 管一审二审 关到监狱的是贺人 你就下家了 除了以后 除了维稳 还是 方小洪 你逃不出 习近平的手心 而且他现在还据说是 这个 儿子好几个 四孙子好几个 以后你说怎么办 所以没有希望 我见到好多人 告诉我 看不到希望 包括我很熟悉的人 都从来 是 于敏 这么老实人 告诉我 他说老江 现在中国 一点也看不到希望 你就想下一代怎么办 他儿子上了 大儿子 二儿子 三儿子 他想象一百年 以后 是新兵新时代 新兵新时代 一直从他开始 这是 时代开始 再过一千年度 他说了算 你就说现在怎么怎么办 所以说 这些人 一个个 倒下了 啊 你看这个视频 我再给大家看看 你看这个 这个现场的 你躺这些人 看见没有 就是地铁 北京 北京地铁站的 以下是五个 相约自杀五个 啊 这可是 很大的事 你再看下一条 李文族发布的 李文族是王全璋的太太啊 我最感动就是他当年 王全璋关到这个看守所里 没有结果 这个塔菲特担心呢 他就和几个维权律师的太太一起 这是中国最伟大的一批 金国英雄 有些人 先生一坐牢 有态度离婚了 你看人家 这几个律师的太太 不期不离 从北京走到天津 因为他那个暗在天津身体 关押在天津看守所里 我记得李文族把头发提了 你无法 我不能 我可以无法 你不能无法 对不对 你看 很有智慧 这些 这个 李文族啊 也非常勇敢 不行啊 走 角力 要求什么 诉求就一个 你公布王全璋到底死还是活 好几年没消息 这是一个法治国家 你看新华社每天在讲的 全国政民主 一法治国天天 哪是一法治国 这这几天的事 正也说 瞎话 你看现在王全璋放了 终于放了 放了以后 这个警方逼迫他半价 你看他怎么讲了 断电 断电逼钱 第一天 逼迫王全璋 半价 他往哪里搬呢 他总得有房子住 他总要生活 你逼他完了 搬到别的地方 他是骚扰 他为什么 搬钱 逼他搬钱 你们看不明白 我一看就看不明白 我2006年释放以后 他给我软禁到09年 三年 我就和国保 国安打交道 因为他现在实行什么 维稳 经费 属地管辖 就是他这个 知名度太高了 他不论住在哪里 中共就把他列为 最危险的分子 因为现在 共产党特别恐慌 你看每天就干这个坏事 老百姓生不如死 为什么老百姓 有的 踏上不归路 看不到前程了 他们急需什么 懂法律的人 给他们点拨 领导他们抗争 而王全璋恰恰是这样的 领军人 共产党就怕这个 律师啊 维权律师 有精神品格 有懂法 精力充沛 勇敢 又坐个牢 有号召力 知名度高 他怕他登高一呼 响应着 很多社会不就动荡 共产党不就推翻了 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人 堵在家门口里 但独自家门口 他就实行什么 属地管辖 就他属于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的 社会治安 如果出了事 那个警察就要倒霉了 你比如说他在 我不太清楚 在北京 具体哪个去 哪一个排除所管 排除所他们害怕 对他是又敬又怕呀 那真是 恨交加呀 我用的词最准确 你看我那时候被 灌在家里 那时候 片警管我是 余松 我从来不说假话 一些视频保证大连国宝 天天看 余松 是我那排除所的 管我的片警 他管这一片 他就跟我讲 大叔啊 你千万别出事啊 都快哭了 他20多岁 他是那个 辽宁那个 这个体校毕业的 搞拳击的 他主要故意找这么个人管我 骗 骗警的吓唬我呗 意思他懂拳击 你说 一个从监狱出来的人 他啥也不怕 我就问他 我说你 你故意干嘛 他说搞拳击了 我说你当警察了 我说怎么 我怎么了 你就能 下成这个样 他说你一旦是上访了 或者是继续发表文章的话 我啥也没有了 我这身皮具的疤了 讲都会哭了 江苏 你千万给面子 因为那是胡闻时代 相对来讲 态度我挺好 他没有对我 恐吓威胁 就是 缺无 俺也知道你是女员 咋也没办法 也都讲到这个程度 你就想想 那公安他和他的个人物质待遇都连在一起 所以他这个 不愿意在这呆着 你懂不懂 我不太知道哪个区 哪个区的警察信息 你赶快搬走 你到哪都行 只要离开我这个领域 你别出了事都怨我 因为这个 这个李文祖王传江他们不服吗 经常上诉 而且 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会的这些小抗争 是不是啊 他这么个原因 他说他逼他 搬家 逼钱 他不办 不管怎么办 给你 电灯 你断了 电灯 你断了 共产党管一切啊 共产党管 管电 啥也管啊 你拍出手告诉 电影局 给他电 砸拉 那往上就砸拉了 黑暗了 他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那警察就害怕 因为什么他都 维稳经费 上级 拨款 一拨一年 像他这么高 知名度的 上千万 然后你要是 他不出事的钱 你就可以 你们奋得奖励 奖励 你看那么维稳的人员 拿得来 都招的临时中有一些 啊 他们警察的三千六五七大姑八大一 来找他输 我那么给我找个活干 也没有文化 这样吧 你就到他家帮个小板子 填坐门前 给我看着里面 王全帐 就这些人 素质都是很差的 他啥也不知道 我 我每天打交道 不就接触这些人了 是不是啊 我一看就看明白了 你看他就是 断电逼迁第一天 这多苦啊 要不就你共产党 你你学学胡锡汤的年代 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你让他来到美国吧 对不对 人肯定愿意走了 人家累了 需要休息休息 他也不放人走 你看 有的人不让出境 有的人不让回来 有的人让你生不如死 有的人让你啊 这个是 踏上不归路 这是中国 搞到今天的程度 所以我为什么一再讲 我说中国一场革命正在酝粮啊 你等这事多了以后 一点点聚集起来 夜间爆发啊 所以西平正确 就到那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批评是很善意的 我跟你说心底话 我老家是 是还是比较积极的提起建议的 他不听我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 王前任怎么生活 你说 他逼你搬家 垫顶 强了 你真怎么办 啊 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消息 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出这么大的劲 要遏制中国 一定要灭了他 打台湾这张牌 非常明显美国想扶持台湾 希望有中华民国来统一中国 他也希望一个中国 他一中国是中华民国领先 为什么 人有民主法治 因政党轮替了三轮 有新闻自由 你看台湾 台湾的媒体天天报道 什么效果都报 你到台湾去保证不分网 可以看新华社 我在这一点就可以看新华社 你会回国内人看这里网站吗 你就随气不随 是不是 所以美国就从经济上看你不饿 美国自印的文章 美国商务部认同华为云等公司 为国安造构成的威胁了 会考虑将其列入贸易黑名单 这是美国自印的报道 很重要的新闻 因为美国现在是这样 伤心了 我帮助你这么多年 希望你走向民主法治 给你最惠国待遇 帮助你加入WTO 给你生意 美国自己的工厂全都没有了 为什么川普上来讲 要雇美国人 用美国的劳工 买美国的产品 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余茂村给他出这个点是对的 欺负人美国 踩头拉死 其实中共国到了呼吻 那个晚期是应该要走向民主了 就是中产阶级陷阱了 因为他这个社会富裕以后 形成中产阶级社会 稳定地出了一个干两层社会 那么多富裕人 富裕以后这些人呢 就要求权利 这是肯定的 我接触很多东北的民营企业家 有了钱以后成了 千万富翁 百万富翁 亿万富豪 以后 他们特别愿意和咱们文人交往 也特别向往民主法治 他为什么家都搬到这儿来了 倒在这儿买了房子 小孩到了读书 那就表明他用脚投票 希望走向民主 所以胡温那个时代 我给你们讲最准确 胡温那个时代 胡锦涛曾经想进行改革 他到改革倒不是彻底推翻共产党 他是想什么呢 就是搞 比过期要统治还更好一点 就是提升继承民主选举的层次 以前不是 胡温时代当时搞 是村可以直接选举了 搞得很好 村一集 我采访了好多呀 你看旅顺 长城镇不就是吗 长城镇是一人一票选的镇长 那镇长我都很苏 现在人很好 老百姓很拥护 那个年代 说胡锦涛还想再提升一层次 什么呢 镇选举 这不就好了吗 这往前走 虽然是慢 但是小步快跑也很好 大得人心 因为你选举了以后 官员他就没有权利了 对吧 老百姓说了算 自然这社会矛盾 就不就化解了吗 官员不敢 肆意往为了 但是阻力太大了 为什么官员反对 所以他没搞成 就是完了 包括什么呢 包括厅级干部公开竞选 那不是孙仲才搞的 就西平上来 为什么首先灭了孙仲才 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内斗 他把共产党垮台 孙仲才在吉林省 第一个是向全国各地去 世界各地 招聘正厅级干部 就是招了不少人 素食人 搞得还是很成功的 孙仲才是改革者 应该讲 因为他是胡锦涛亲自选 选择的 但是他没有搞成是因为共产党的体制 他没掌握军权 就是胡锦涛 问家保他们 很可惜 你看胡锦涛在人民网发表那个文章 他回应 胡耀邦对他的教诲 他想学胡耀邦 但他刚一发了 江派那些人差点给他吃了 胡锦涛吓得 从在美国开会里面跑回来了 我当时鞋片文章 你们看一看吧 我会翻翻看完 万维网上有那个博客 那个文章你们看一看 所以现在这个 美国现在已经彻底失望了 必须灭共 否则不仅是中国人没有未来的 世界没有未来 因为他有了钱以后 他发展军事 他要统治全世界了 他需要再把西平 新时代要强加给美国加拿大 给台湾 给所有全世界人民 你看现在的媒体不都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报道吗 你看菜鸟搞这套东西 你看这宣传 不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美国吓死了 美国下军心 现在走不回去了 脱钩锻炼 一个大势所趋 搞不好 一定是要冷战 一直热战 你看这篇文章讲的 第一步是什么呢 华为云和阿里云等 中国云计算公司 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你回想一下 陈敏尔在贵州搞啥 那不就搞云吗 他为什么把云整在那 他为什么能过滤 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远机 这个油件 能偷你的油件 搞些名堂 为什么 他就到云里给你做 因为你得通过云层的发射出来 他在那个地方 他有技术 有人员 他有钱 你自己 你得搞这个名堂 所以美国现在看得很准 余茂说讲是对的 必须转变国策 那么这里讲 他要对这里进行威胁 采取措施 列入什么 贸易黑名堂 他周二 九名共和党参议员 联名致函 敦促拜登政府 对华为公司的云计算 不分布 阿里云和其他云服提供上 实施制裁 他说 他们希望呢 雷蒙多将这些公司添加到实体名单当中 该实体名单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公布的对外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的贸易黑名单 你必须在这领域里阻挡它的发展 否则就麻烦了 雷蒙多表示呢 中国的云公司可能构成威胁 他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 在我们的任内我们将20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我们正积极持续调查其他威胁 如果我们认为有公司需要列入清单 我将毫不犹豫地将其列入 因为美国它是个法治的国家 它在讲证据 对不对 它现在还没调查完 它不够 所以它逐步开始 它说雷蒙多将威胁是真实的 它表示呢 出口管制清单上四分之一的中国公司 是在它认知期间添加的 而且必须继续这样做 而且该部门需要更多资源来审查出口管制的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采取这个措施是一步不来 现在表面讲是两国是竞争 其实已经走向敌对了 朝敌对方向发展 制度完全不同 不可能的对接 不可能的搞全球化的以后 就是两个方块队 先是冷战 搞不好就热战 谁战胜谁 你要习近平战胜了美国拜登了 那你就是全世界的主席和中国一样了 现在人就派警察来了 敲门 你老江又抓走了 在加拿大也没有严重自由了 你的讲占好 讲的坏都不行 是不是 如果他干败了 那美国就要审判他 审讯审判他了 对不对 都一样 没有别的出路 讲的一定是这个方向 本人认为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周二呢 由参与人比尔叫哈格蒂 带头 致函商务部 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心中指出 说中国云计算公司扩大于外国尸体结束 包括受制裁的外国尸体 是直接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 武器伙伴的公安和经济安全利益构成的挑战 你看他在这里他都可以通过这网上他他都能威胁 你就想想 能给你采取搞手脚 他甚至可以给你断了 他都有这个本事 如果你这里都是华为的设备可不是吗 他一生气习近平一生气 优特网上总是批评给他断了 啪一声就断了 就像王传江家那个店一样就断了 美国能干 加弹能干吗 自由世界能干吗 这些老百姓能愿意过共产党统治的生活吗 你想对不对 我在这里可以批评特鲁多 特鲁多拿我们一招的多好 对不对 因为咱们是一个民选的领导人的社会 对吧 我讲非常实在 你看这篇文章讲 他说这个格雷蒂在听证会上 要求雷姆多考虑将这些公司纳入清单 理由是风险非常大 雷姆多表示他会仔细考虑 并告诉哈勒格地 总体上同意你的看法 以后会足够的都得都得给他剃出去 一定是这样脱钩 脱钩断链彻底的 除非他现在如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学习养金国那当然好了 他现在是搞这个独裁统治 以后还要永远这样统治下去 你就想想 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的 确立什么 维护什么 你就想一想 就不维护他自己的独裁统治 对不对 说哈格迪在听证会上要求雷蒙多考虑 这些公司纳入了这个清单了哈 那华为技术优先公司哈利爸爸没有辉应媒体提出的置评请求 这些企业都很尴尬哈 他没办法啊 是华为也好你就家里自己玩吧 你就只能给中国自作自己的生意 你比中国现在拉拢了几个国家 金山炮 普京 还有伊朗 你们几个一起玩吧 这个世界以后 以前一定是两个阵营啊 现在冷战啊 最起码是冷战 搞不好自己就开战就台湾问题了 哈 他说19年的5月 美国商务以公安为我将华为列入贸易云南 当时还给这个孟晚舟抓了 是吧 软禁起来了 华为为否认 他构成了安全风险 你华为为什么发展这么好 那不就因为这个华为 他其实是有军方背景的情报系统的背景的企业 谁都知道了 对不对 那有什么 很正常 你这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共产党就开始派人就进来了 对不对 哪个不是 你为什么像马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什么原因 就是他已经被肢解了 他的企业已经被情报部门彻底控制了 对不对 那么这篇文章讲 共和党参议员的联名信 提及啊 我们敦促你们使用有可用的工具 通过制裁 出口限制 和投资禁令 现在已经在投资方面 美国也开始出手了 就是华尔街大老板 你别想把这些资金都偷到中共国 为中共极权统治服务 你不收回来 不说美国就制裁了 所以这就已经像这大方向 脱路断链走了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我跟你讲 你习近平走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过去还有什么路可走 你看出习近平 又要改革的样子吗 现在每天再继续倒退 连间谍法都出来了 动不动抓间谍 今天又开始出台 网络又开始抓人 对不对 又追逃猎狐也来了 过几天 给我老家说不定了 变成狐了 你随便整 你还怎么整 怎么整 我认为 我跟你讲吧 他是能听进我的劝告 就没有今天 你看我到西雅图去 接受那个海外外卫队采访 楚媒的访问 我当时给命 给西零 积极提个建议 就我这节目刚建立的时候 我还找了个老华侨 给他讲 让他先平反 重庆的民营企业的640个黑社会 带动全国的平反 他听我的话 哪有今天 我就跟你讲吧 现在 我现在也不给他建议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彻底否定他 我跟你讲 为什么呢 他听不尽批评意见 他这个人 我又说他愚蠢 愚蠢的人就是什么 你给他出好点了 他不听 包括在身边有的人 我从认识他 我就告诉他有些事 同时我不能做 他不听我 你看最后怎么样 死了 项目还在这放 要建一百套号 新冠期间都已经过世了 还没建起来 是不是 到现在还是一片地在这放 我只是不愿意详细讲 有些人他是不听你去 你都没办法 一点招命 我跟你讲 就一路走到黑 习近平不就这样 多少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 在帮助他 他认吗 他不但不认 他给你关监狱的 你想许志勇 丁家行的都是帮他 社会发到今天 就忽温 有点脑了 尤其温家宝 这个人还是了不起的人 他已经看到了 中国经济 已经变了全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你再不信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肯定是大的动乱 和动荡 你不信再看 你们很快会看的 在未来几个月 你看习近平统治不了多久 有的人预测他五年十年 你听我这句话 他的下场是极其负面的 真的 就马上就要来了 这一幕 真的 你不要着急 任何事情的社会演变 它都是有规律的发展 并不是咱比别人聪明 是因为咱们经历挫折太多了 吃的苦太多 咱们反思这个历史 咱们有的是时间思考 在得出这个结论 他不是在随便乱讲 对不对 你看美国现在动作多大 他说19年的五月 上午就以国安为由 将华为制裁了 共和党参与联明信 在联明信中讲 我们督促你们使用 可用的工具 通过制裁 出口限制 投资机令 要采取行动 进一步调查中国 云计算副公司 因为你现在这不再这样搞 美国就完了 你看现在那个 那个 每件每衣服都鼓动 这个美国德州独立 要把美国搞乱了 世界上上次大选 就中共搞了 差点搞乱了 为什么会出现国会 那个事件 这不中共被我搞的吗 对吧 因为中共 数十年渗通美国 太厉害了 你到美国去看看吧 我接触了好多人 给你个名片上面 什么什么 同线会 联谊会 怎么猜啊 咱的活动啊 这个会 那会 福建的同线会 都找过我 我就是不参与他们 我头脑很清醒 当然我也没表面 也没顶他们 你何必 总是得罪人 他们也是被中共欺骗 对不对 那些的组织 明堂都干嘛 全是红色渗透 都是骗钱 两边骗钱 追了到中南海 你让我上观景台 这个哥们给你摆骗 你想整锤 都搞这套东西 拿着外宣经费 到这边再虎有两边骗 这种人我见的太多了 再待着十年 我说心里话 我在监狱 你想整天 就是和那些诈骗番打交道 我也学聪明了 他骗不了我 我只是不愿意给他点头了而已 因为什么太多了 你说哪一个 这些这个会 那个会 搞这些名堂 那不都是这个政治体制 在里面 服用品 寄生在中共 极权统治 小毒瘤 就这么一伙人 什么搞的 所以美国现在 终于醒来了 美国现在是 应该讲 国策转变的 非常清醒 老外人干的 应该讲是很猛 我跟你讲 这篇文章讲 他说 目前为止 已经有数百家 中国公司 遭到美国的个人制裁 以后要所有的制裁 他说 三月初 美国商务部 将中国的云计算 大数据 服务掉浪潮集团 芯片开发公司 叫龙芯 宗克技术 华大基 28家尸体 列入了尸体 清单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 太快了 中国人勤奋呢 再加上 他这个专制 政权 他容易调动 整个社会力量 把这个民纸 民稿 全部集中到 这个 统治 希望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看 他这个 光制裁 就28家 多少家 这么搞下去 美国就完了 全世界 彻底就完了 等到最后 你每天都要学习 强管眼界 咱啥也不用看了 每天都本本书 学习习习习习习天天 你随便这样活着 毕业去活着 台湾老百姓 为什么不愿意 就是搞这套 因为以前 人家国家 是一个 是自由的国家 对不对 一个三权分立 你看人家国家 是 人家这个 台湾 这个 什么 政党轮替 散乱了 你国民党 有本事就竞选 对不对 那谁愿意就是一党之争 谁都不愿意 他想把这 强加给全世界 你想 世界美国能干 美国肯定现在 需要什么 附地抽签 就经济上 先给他断了 不给他钱 你自己整去吧 这叫你自己 没有钱的时候 你就陷入内斗当中 连维稳都没有钱 你看 是不是就 赶着 王全璋走吗 没钱了 上面没有费用了 咋不管了 你爱上哪去 别的 你维稳给谁 钱给谁 谁管 你知道 你都可以看出 他现在没钱了 这篇文章 最后指出 中国一向指责 美国 反化国家安全概念 对中国公司 进行无情 物理打压 并声称 会采取 反制措施 保护中国公民的 合法权益 你看 美国自营就是这样 因为它 虽然是政府 美国自营政府办的 但是 它 还是按照 新闻的规矩 平衡 中立 就是说 你还介绍中共的观点 中共反制已经有了 昨天不讲到了吗 美国的公司 中国的官员 中国的雇员 受到调查 公安去调查他们 准备整他们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这还有一点事件 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转到下一节目了 那么这个 昨天 万维网报道的 英国 查理斯 加冕里 中共 或派他出席 派谁出席 派韩正 这篇文章介绍 它是4月27号 这个预料 中国国家副主席 韩正 将出席 英国国王 查理斯 三世 加冕典礼 就老牌资本主义 这个是 这些 这一套政治制度 挺繁琐 还有这个 这个 加冕啊 女皇 根据美国的 政治新闻 网站 Protical 两名匿名的 美国国家人 透露 韩正将参加 也就3 5月6号 在西明寺 举行的加冕礼 韩正的 18年到23年 一直担任 负责港澳事务 亲眼 见证香港 从修裂风波 到港区 国安法落地 选举制度修改 新选举制下 立法会和特首 换进 一连串 重大事件 他在中共二大卸任 政局委员了 担任个贤职 就是王岐山给他了 这评论就讲这件事 我要告诉你们 就说 韩正啊 他现在采取的办法 就说 实际上就是 习近平也不信任他 你就看这个 李强上任 回想回想 对不对 习近平肯定是 根据我分析 他是把你 韩正骗到北京 来开会 开会 韩正去了以后 就留下了 扣就不让你回去了 所以他们两个 他和李强两民 交接权力 就都很不正常啊 这证明什么 习近平 他对上海不放心 因为上海帮控制的 大上海 江泽民 韩正都不上海帮 也非常腐败 反习势力在那也是 很深 你很难全部清理过 李强为什么在那么受罪 是不是 封控了好几个月 天弄人员 习近平 那一历史潮流 都违背老百姓的名义 非要给他提吧 整个总理了 硬挺了 当了总理 韩正肯定一度起 他对韩正 韩正也不服他 他也不服韩正 但是他要表面用他 就给他一个副主席 让他忽悠 做一些礼节性的 那韩正呢 为了保住自己 这个物质利益 因为这个待遇非常好 人不都自私了 他也无力 他自己腐败问题 也被习近抓住把柄了 是吧 他就也跟着忽悠 到这个英国去参加这个活动 现在还没去呢 这预法的消息 这就是习近平统治的 玩的这个权术 像这些人 实际上对习近平来讲 都是他的一个分心力量 和势力 这实际不成熟 成熟这些人 我跟你讲 都是了不得 因为他比习近平 有本事的多了 他最起码打上海 你让他干时间那么久 他也是从基层干上来的 下乡知情 你想想 一直干上来 那绝对是 在那个 这个上海 人脉关系 这个 非常地盘根错节 了不得地方势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诡异啊 他一个 胡春华 有些都是将来都有可能 是 对于习近平来讲 都是 最有挑战性的势力 只要这个人 肉体上没有小 小吃 习近平都是 也不能 没啊 真的 因为你想 他干这事件 给国家整到什么程度了 是吧 后来为了收买 这韩正 红着韩美 韩正就搞了什么 大湾区都交给韩正了 香港事务他也管 当然他也在听运习近平了 对不对 我要讲 就韩正现在实际上也好 还是胡春华也好 他们还是在等待机会 这就看未来 这个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谁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本人认为呢 只要一开打 他不能在台湾 台湾海峡 还是南海 还是超前半岛 只要他出事 这个社会就进入巨历的动荡当中 习近平政权就垮掉 很快就垮掉了 你们不信你看吗 是不是 你就像他打台湾 打台湾 他觉得忽悠什么 台独啊 极其老百姓的仇恨 就可以把台湾拿起来 没那么简单 你现在看到没 看台湾电视台的报道 你看那些细节 你就知道 他有多大的把握 他能武统台湾 我认为 他就没有这个本事 你跟他十年以来 上来就哪件事做成功 就没有一件事能做的 你人看 心里挺语气的 对不对 你假如他这个凶暗兴趣 他说 不是凶暗兴趣 咱们要在这个 搞一个副交通 交通中心 交通枢纽 枢纽 全世界最豪华的 最棒的 可以啊 三年 四年 现在七年了 六七年 建成了 去剪彩一开 这个人没啥本事 但是还行 挺老实 还能接个交通 出扭也行 他搞了个前年 大计 你看他这个规划 和设计 评估会 画了多少 那是几千亿 打水票 你看现在搞成啥样子 同样啊 画个大饼 武统台湾 武统台湾以后 中华民族就振兴了 然后就胜过毛泽 邓老平 他哪一件事 不是画个大饼 到最后都是零 你说哪一件事 一个人就是 你温故事迹 包括你 你对我老将了解 是一样的 是吧 你看他以前 做了什么事 你就知道他 他能靠不靠谱 就这么简单 你交朋友都看 你就为什么 人家问 你个人简历啊 你以前干什么 在哪个城市啊 有的人还问问 找人了解 人家知道 你的过去 你现在 现在人家看到了未来 你就看西西明先生 就他干这十年 做的事 你说 他未来是什么 未来是 一定是在一个同志的 某一个脆弱点上 咔嚓一啥 完了 人们看着高楼起 人们看着高楼 坍塌 最后 我跟你讲 很负面的 这不是我唱出来的 我是很失求 他没整过我 我俩没有什么 像波吉来 我个人有一件对的 我认为他就确实是 实在是太可惜了 人家自己 爸爸是文字月的受害者 他们把中国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这就是 这充分说明 共产党的统治到了末期 没有修复 自我修复的功能了 我修复的统治到了末期 我修复的统治到了末期 我修复的统治到了末期